这是所只有超人才能上的学校 里面的每个学生都拥有千奇百怪的超能力 这有慧影分身的黑妹 有曼国闪电侠的胖子 和堪比路飞的橡胶人 其中也有美若天仙的笑话 当然长得好看不算超能力 电磁控制才是他的超能力 而作为一介新生的超哥 他的父母可不一般 老爸是所有超人的统帅 一拳就能捶爆巨型机器人 老妈则是女飞侠 平时也就爱瞎飞 和超哥作为他们的儿子 却连一点超能力都没继承 十几年来为了掩饰自己没有超能力 他从三岁开始就在锻炼肌肉 今天是超人高校入学仪式 老师为了测试每个人的超能力 将牺牲挨个叫上台 这个文质彬彬样的小书生 却能变成石头人 轻松接住重型汽车 老师大受震惊 直接将它分配到战斗班 而超能力平平无奇没有作用的 像可以缩成一坨粘液的 变成一颗球的 变成天竹鼠的 这些通通都去板凳位了 可轮到超哥 他一上台就说自己没有超能力 老师以为在开玩笑 觉得他是继承了超人统帅的力量 结果重型汽车砸下来 差点没把超哥砸扁 老师又以为他和老妈一样会飞 直接按下弹射仪 好吧 这也算是会飞了 结果可想而知 超哥也给派去做板凳了 超哥沮丧地回到家 他鼓起勇气 将自己没有超能力的事告诉父母 老爸虽然很生气 但冷静过后 还是接受了儿子是普通人的事实 可第二天 学校的两个恶霸知道了超哥的事 他们先是一拨嘴炮嘲讽 接着其中的橡胶人 直接伸长手臂半倒超哥 打落的食物砸在旁边的火男上 这下可好 全校最不能惹的男人 给超哥撞着了 因为火男的老爸曾是罪犯 遭到了超人统帅的制裁 所以在火男眼里 身为统帅儿子的超哥 可以说是死敌一般的存在 火男双手拧出火球 直接朝着同学超哥砸去 超哥见识躲开一发又一发 期间还被恶霸橡胶人半倒在地 火男紧追不舍 不停地向他射去火球 只见超哥使尽全力 居然把火男给抬起来了 而这下 他体内的超强力量给激发了 他一拳下去 就把火男打自墙外 见对方火势汹汹地冲来 同学丢给超哥灭火器 他手急眼快 迅速喷开灭火器 成功灭掉了火男 此时超能校长赶到 这才停止了两人的战斗 超哥一战成名 第二天就给调去了战斗班 谁知同桌居然还是暗恋已久的笑话 这可把超哥乐坏了 课间时 超哥撞见俩恶霸正欺负同学 他连忙上去制止 并向恶霸提出挑战 表示如果在下次的实战演练中 击败两人 那么恶霸就不能再找任何同学的麻烦 俩恶霸一脸自信 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 等到演练开始 橡胶人便做弹弓 将恶霸闪电哥直接弹飞出去 超高速移动下 超哥跟搭档火男一下就给撞飞 随即橡胶人伸长手臂 抓住火男 只见对方全身冒火 烫得他连忙朝老师打报告 他咬紧牙关一跃而起 轰的一声就砸出了地震 俩恶霸大摔一跤 超哥连忙上去 将橡胶人捆的五花扒门 接着又一把抓住高速旋转的闪电哥 直接朝着橡胶人丢去 而这一下 俩恶霸受到了制裁 超哥跟火男也在这次演练中获得了掌声 而笑花被超哥所迷住 还主动去了他家见家长 几天相处下来 两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笑花还主动现吻 找得超哥小鹿乱撞 可在这晚的家庭派对上 超哥居然将笑花带去了家里的秘密基地 里面存放的武器 但另一把就足够毁灭世界 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两人轻轻握握时 身后的婴儿枪就搜的一声不见了踪影 这个笑花看似一脸纯真 人畜无害 可瞎一秒 他却变身假面骑士 他举起婴儿枪朝超人统帅射去 结果年过半百的统帅 直接变成了小baby 笑花在派对上大肆捣乱 半数师生都被变成不足满月的婴儿 火男带着其余同学钻进管道躲过一劫 而超哥这边则在学校毕业册上 发现笑花居然就是几十年前 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的雷电法王 他看向对方曾经的武器 那把婴儿枪果然不见了 超哥立即乘坐飞行巴士来到学校 正好就下了火男等人 他们分头行动 面对敌方的闪电歌 年夜地化作年夜 直接将闪电歌滑进墙里 而面对会影分身的黑妹 正义方的同漫女 直接使出野蛮生长 将每个分身都捆在半空 而超哥这边对阵雷电法王 虽然对方会用魔法 但超哥魔炕点满 排着对方就不停往地上砸 而雷电法王不讲武德 趁超哥一分神 对方凝聚雷电 直接将他打飞窗外 眼见超哥要从万里高空坠下 谁知下一秒 他居然觉醒了飞行能力 直接冲上来拎起法王 狠狠地往地上砸 再接着一拳下去 法王被成功KO 突然学校的浮空装置失控 开始急速下坠 超哥和同学分工合作 女孩变身天竹鼠 前进管道破坏电源 而超哥则飞到学校底部 拼了命地用尽撑住 眼见下方老百姓 刚买的房子要给砸毁 终于天竹鼠咬破电源 而超哥也在最后一刻 撑住了学校 他一飞冲天 带着学校又回到了天上 而买了新房的老百姓 直接吓得晕了过去 最后被变成婴儿的人 都被恢复正常 超哥和他的同学们 也被赋予了英雄称号 他们在派对上热烈地庆祝着 而超哥也找到了真爱 开始了新一段甜美爱情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超人高校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